嗨,大家你们好吗?我是安娜 欢迎你来到安娜 今天我想要来聊一个很难说得清楚的事情 就是爱是什么,或者是什么是爱 那这个话题的起因呢 是因为我在方格子的乔安娜日记里面 我写了一段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我发现了一个诗人孙德青 那在他的对谈录里面 这本书叫做《尤里希斯的狗,人如何活着》 在这本书里面呢 他们在对谈一个非常深刻的东西 那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不断地在召唤着 那个宇宙的本源 那很有趣的是他引用了一个故事 那我现在要讲的是这个故事的我的印象版 我很确定我是,我记得是不完整的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找那本书来看 好,那这个故事呢 就是天使做错了一件事情 所以神让天使到人间去找 人为什么不快乐的答案 那天使呢 后来他得出来的结论是 第一个是 人不知道自己在追求的是什么 那第二个是 人想要的其实是爱 那天使呢 他回答出来了 而且呢 他知道爱是什么 所以他就回了天堂 那这个诗人呢 在书中综合以上两点 他得到了一个结论是 人不知道爱是什么 他觉得人类不知道爱是什么 然后他就吐槽自己 说如果是他的话呢 是找不到答案的 也回不了天堂 那我就在这个文章里面 问大家说 你觉得爱是什么呢 那后来我在下一篇文章里面呢 布兰达就问了我这个问题 说想要听听我的看法 那他说他也在思考 怎么用文字去表达 那所以呢 我一开始的回答他是说 我觉得这个爱是什么 好像是一种感受 在心中的感受 那我没有办法用文字去传达他 那种感觉就像是道一样 就是跟宇宙本源一样 是我能够感受跟他的连结 但是我却没有办法用文字 来准确地描述他 所以一开始我其实并没有想要来 录这一集 但这件事就在我的心头 有点像是不断地自问 我要怎么样来表达爱 就是我用 怎么用文字来描述爱是什么 那我这边呢 首先想要来分享学圣书院 他在YouTube的一个频道 那里面的禅师呢 他有说我们人世间的爱是什么 那我觉得他讲得很完整 我就这边先引用他的说法 他说爱呢 我们人世间的爱其实是一种想要 是一种欲求 或者是一种我觉得我拥有了 它其实是一种私欲的自我满足 或者是不满足 那在这个爱出现的时候呢 它的反面也就是恨 其实也出现了 就是当我们得到了 我们觉得被爱 或是我觉得我得到了这个爱的时候 我就是满足的 可是当我觉得我得不到某个人的爱 或是父母的爱 这个时候我的不满足 就会引发出爱的反面 也就是恨 所以只要爱出现了 它的反面都是 就等同于同时存在了 所以才会有爱恨交织这个词吧 那在人世间的爱里面呢 其实我们都是期待回应的 或者是期待肯定 也就是这样的爱呢 是有条件的 都是需要被满足的 好 那我会把这个影片的连结呢 放在资讯栏 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看看 禅师如何讲爱 那接下来呢 我会分享我那时候在思考 什么是爱的时候 我写下的文字 那之后呢 我会再分享 阿迪阿双体 这个禅师 他写 关于爱 那他的爱呢 是在空性之五 这本书之中的一个章节 好 那现在我就来念我的文字 当发现没有我 而只有他 只有本源 一切都落入了正轨 我真正活了过来 或者第一次醒来 看见了真相 我意识到 所有我曾以为的信念 都失之千里 他们不真不重要 没有一个文字或概念 能够正确地传达真理 我们所做的只是徒劳 我是他 就像是家族排列 当我在对的位置 一切就顺流了 我暂且称之 那个能量 那个能量充满 我是完整 圆满 没有任何问题 也永远都没有问题 一切都来自于他 我全然地相信与信任他 他知道对我最好的安排 而在刹那间 一切都会回归到他 在那个时刻 我的心 我的能量完全敞开 我不害怕受任何伤害 没有一丝恐惧 因为我知道 没有什么能伤害我 即使是死亡 我可以全部舍弃 给出去 我知道我永远都不会匮乏 在那里 我没有感受到我们熟知的那种爱 如果在人世间 我曾感受到的叫做爱 那么就没有一个 任何一个字 能表达我所感受到的 然而这种没有条件的造福 这种没有条件的关照 难道不能说是爱吗 只要感受过 就明白 人世间没有什么 能使人更满足 更幸福 我们所说的爱 只是一颗灯泡的亮度 而那个终极的一 那个本源 给予了银河系 许多太阳的亮度 好 最后呢 我就把爱 整理成三个点 那第一个点就是 爱是消融在万物中 你就是他 也就是说 在那个爱中 并没有课题 并不是说 我爱你 或是我爱他 或是我爱任何一个对象 而是 一种消融 在万物中的感觉 那第二个呢 爱是 记得你的真我 也就是记得你是谁 那是一种存在的感觉 那第三呢 是爱是没有分别的 它能够 在那个爱中 你会把 你最讨厌的人 也放在心中 就是你没有办法 排除任何一个人 那刚才前面提到的 这个学生书院的 产识 他把这个 无条件的爱 他形容成 存在的 微风 我觉得他的描述 非常的美 就是 也是一种象征 就是一种 隐喻 那实际上 什么是爱呢 就是 只能自己 去体验而已 那在 阿迪亚相提 空性之舞 这个 爱的章节呢 他里面提到说 如果 任何一个人 有幸体验到 深刻 而且具体的爱 都知道 爱是超越 一切经验 跟情感的 就是 即使你不处在 那个称为 爱的 情感状态里 那份爱 还是存在的 它就跟真理一样 就是 当真理在的时候呢 爱也是存在的 而且这个爱呢 它是一种 永远敞开的爱 它是 没有开关的 你没有办法 把它 就是 关闭 那这个爱呢 就是一个 没有分别的爱 那 他说呢 其实 这种爱呢 不是一种 培养出来的爱 就是 不是一种 品德的崇高 像圣人一样 他说 那跟我在谈论的爱 是没有关系的 他说的爱呢 是一种 深刻而简单的认识 某种直觉地 了知他自己 并且在 每一个经验 每一个存在 以及每一双眼睛里 遇见他自己 他在一切发生的事情里面 与他自己相会 好 他在说的呢 就是有点像是我刚才 在讲的 就是那是一种 消融在万物中 就是你 感觉 虽然就是 好像是 你在体验 或是 你在跟 别人互动 但是那种 那种感觉 比较像 更像是 没有 对象的 就是 你就是 全然的 消融 或是存在 在那个 时刻里面 那 阿迪亚相提 他 说 这种爱呢 只是 被认出了 在 好 他那个在 他加了粗体 就是 我这边就先不解释 他在说的是什么 那 他里面呢 还有讲到 就是 耶稣 他说 周边的人呢 不断告诉 耶稣说 这个妓女呢 我们会 丢她 石头 处死她 神是不会爱 这个人的 但是耶稣呢 他是处于 跟爱完全联系的状态 所以他知道 爱是不会分别的 那 对于那些 置他于死地的人呢 他也是 表达了 这种爱 他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那是一种 不会停止的爱 即使是 面对死亡 都是如此 那头脑呢 可能会说 诶 他们要杀我耶 我当然有权利 要保留爱 但是呢 真理并非 是这样的运作 他不会按照 头脑制定的 游戏规则来玩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我就是 是我 看他这个章节 画的重点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 去找出来看 在我以前 还没有觉醒之前 我以为 大家在说的 这种爱 这种 宇宙的爱 或者是 本源的爱 我想象的是 它好像是 小我的爱 然后 扩大很多很多很多 倍 之后呢 就是 本源的爱 那 实际上我自己 体验过以后呢 我觉得 它跟人世间的爱 也就是 本源的这种爱 跟 人世间的 我们所体验过的 这种 有条件的爱 是 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它甚至 非常的不像 我只能这么说 那也没有任何文字 可以让我去 描述 我所体验到的 那种爱 那种本源 的能量 所以 今天的这个尝试呢 我知道是 绝对是失败的 但也没有关系 就 当作一个记录 那我想要这边 分享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 在觉醒之后呢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我听到所有的 很甜蜜的情歌 就是那种 诉说情中的那种情歌 还有饭唱 就是 那些赞颂啊 那些歌 我想到的 我唯一能感受到 跟想到的 都只有 本源而已 就是对着 本源 对着宇宙的 那个终极真相 好像我们 是不是心里 都其实 在召唤着它呢 那这一集呢 我就聊到这里咯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 都可以留言给我 我都会回复 那谢谢你 今天的聆听 祝福你 平安 拜拜 拜拜